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一边打一个小孔 另外一边打一个大点的孔 然后是吹 这样就随着空气的气压 就会把这个弹约给流出来 一般来说像你吹一个弹约吹多长时间 现在也好久没有吹过了 因为已经想出了更方便的办法 我们这儿肯定有人比你能吹 我们这儿个个能吹 连牛都吹得起来 还淡算什么呀 我们是不是可以挑战一下你 可以 可以 来来来来 我们先挑一个肺活量最大的 看看谁肺活量最大 老鱼 余文浩练武术的应该肺活量可以吧 老鱼是最能吹的 来来来来 上上上 平时最能吹的赵小叶也挺能吹的 赵小叶一个余文辉上来吹掉它 反映为了公平请线 小叶吹鸡蛋 然后余文浩吹鸵鸟蛋 这叫公平吗 你PK的话就得有 有那个同样的条件嘛 对不对 大家都得计时嘛 因为你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品种 所以你要吹不一样的蛋 我们先看毕凯演示一下 第一步呢 先要给他晃一晃 晃 先要晃实了 是我的对吧 对 毕凯吹都是脸红脖子粗的 你知道他已经吹了这么多年了 黄的出来了 就在想 你也可以 叶吹 ゆgrand 盖碎了 不了 他捏破了 我就想要捏碎了 出来了 大黄出来了 出来了 小叶这人出来了 小叶不容易 这真不容易 小叶不容易 小叶我觉得你就一鼓作气 刚才都已经出来了 没出来了 空了 空了 一鼓作气 这个把它喝掉吧 用力到极度 行了 行了 差不多 我感觉一下 大概 这是一颗完整无缺的蛋 就吹了点蛋清出来 吃奶的劲儿都出来了 绝对是体力活 行 你好好休养一下 休养一下 好的 好的 谢谢三位 谢谢 好 费力的事已经过了 接下来我们就说说精细的事 好不好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的这些作品 这个就是很多 就是第一次见这个作品的时候 都以为是怎么画上去的 把蛋壳上的颜色给抹了 因为这个蛋壳 大家都知道 做菜的时候 它里面是白的 外面是这个橙色的 我用的就是它这种过度 一种色差 然后就拿着这个 刻刀一点点的刮下来 然后打到这种 类似于素描 这种影雕的这种效果 这是这一类的 这个用时可能是最少的吧 在这里 其实这是最长的 这种穿刀的是最长的这种 你都是用的完全手工的是吗 是这个影雕的是这种的 你有没有算过 你最复杂的一个作品 要下多少刀 大概是这个作品 大概有20万刀 20万刀 20万刀 对 要多久时间 这是用了大概是40多天 你做了这个15年了是吧 它对你的视力有影响吗 我觉得这么精细的 其实是非常有影响 你的视力有下降是吗 对 有的有的 现在为止就是 你像这是影雕类的 我现在极限时间 就是每天是一个半小时 超过一个半小时 我的肌柱还有这个眼睛 还有那个手 而且你头发也受影响 就要缓解一下是吧 您那个40天 是每天工作多长时间 去做这个单 每天晚上大概是 4到5个小时 这么欧心力血的作品 你把它雕出来 只是用来欣赏吗 目前是是的 基本上都是放在我的家里 都不销售的 目前的时候没有 想卖吗 这个40天20万刀的作品 这个还是不想卖的 这真的是千刀万刀 真的是 我的这些作品 基本上都是孤品 只有一个 还有吗 除了刚才这个20万刀的作品 这次说说吧 这个就是 我是把这个蛋壳调 外面这是用了一个耳瞄弹 澳大利亚的国鸟耳瞄弹 它跟现在有一些 这个模型的创作 结合起来的 外面一个三连梦想屋 这个作品名字叫 然后外面是一个 黑森林 一个树木的 这种三连效果 然后里面是一棵屋子 当时就想到是 创作一个非常 这个切剑大自然的 这么一个作品 这是这个 然后另外一个呢 是我比较喜欢的是这个 这个好漂亮 这个作品的名字叫 世界和平 然后它的一圈是用 这个鹅蛋壳 雕刻出来的 和平鸽的样子 然后呢 这上面呢 是一个 是一个地球仪 雕的 这个线条最细 可以达到 有0.2到0.3毫米 非常细的 你说你做这么些东西 花这么多时间 你也不产生经济效益 那你做这个东西 纯粹是就是喜欢 自个儿喜欢就行 对 我现在目前来说 这些东西都没有 对外的这种 这种 也不想卖 对 也舍不得卖 其实我是有一个梦想 我是想的是 于天能够建立一个 蛋壳艺术博物馆 然后呢 把我的作品 都能够留下来 能够放在那个地方 来展示 虽然现在看来 就是太遥远 但是我是冲着 这个目标来做 所以这个作品 我不需要把它 给销售出去 因为我花了很多时间 如果有人真要 就要买 如果是特别喜欢的话 如果是这个作品 我感觉有意义 或者是人家 这个喜欢的这人 特别喜欢 瞻正处于对他的喜欢 这样我又不可能 假如说很多人 就喜欢那个 《世界和平》 真喜欢 多少钱卖 这个的话 还是不卖了 哪个你愿意卖 这个的话 我是想的是 今天是 正好是 那个《达芬奇》 这个周年 五百周年 对 所以我是想的是 把这个作品 《达芬奇》 是他的《孟娜丽莎》 《孟娜丽莎》 再看一看 这是我迄今为止 最满意的作品之一 为什么它是最满意的呢 因为这个作品 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我创作这个作品 大概是用了 是一个多月的时间 不到两个月 但是我从想 刻这个作品 到最终付诸实践 用了我十年的时间 因为大概是 07 08的时候 我就特别想 当时是一个梦想 我就说 因为自己也非常喜欢这幅画 我把它给创作起来 但是一直就是不敢下手 那个技术上也达不到 然后经过这些年呢 就是一直终于 在大概是17年的时候 当时我下定了这个决心 我说 现在我可以 去把这个作品给创作起来了 所以我是想的是 如果是有人非常感兴趣 这个作品呢 我可以就是说 把它捐赠出去 然后是以这种 类似拍卖的形式 然后把那个钱呢 能够全部捐出去 我想把它捐赠给一个 关于儿童自闭症的 这么一个技术 自己也是对这个机构 非常充满敬意 我自己我也不想 是有意义 对 有意义 那今天咱们就拍了呗 好吧 咱今天就拍了呗 这个价格我可不敢定 这人家十年 你拍个价呗 起拍价多少 然后这样我是 要不我写一个 我心里的大概的这个价位 然后呢就是起拍价 有年或者是来定 那您就不用写了 您跟我耳语说就行 知道了 好 那起拍价咱就从 您随意 两间起 OK 好 三间 三千一次 五千 五千 六千 七千 七千 八千 八千 九千 一万 这一万了 他已经一万了 谁一万 哪个 一万 还有吗 一万一 一万二 一万二一次 一万五 一万五一次 一万五两次 一万六 一万六 一万六一次 一万六两次 一万六三次 大家知道他的心里价位是多少吗 一万一万 一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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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又请 这我 文慧好样的 今天的投资人都收获满满的 这个精神非常打动我 做这件事情需要这么多年的时间去坚持 我觉得这种坚持对艺术的追求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我们本身的类语质本是做天使投资 什么叫天使投资 就是在一件事情从零开始走向一的过程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必须拿下这个蛋 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你刚才死结白了的把它吹出来 我好歹得买一个 要不然浪费我吹那么长时间 对不对 但是希望这 虽然说一万六千块钱为那些小星星们未必能做很多事情 但这恰恰是作者的心血和我们所有人的爱心 这个现场他要捐赠的那个自闭症的儿童的 那个机构的代表 机构的代表也在 来 来 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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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您自我介绍一下 我从事自闭症教育23年 从93年到现在 我们服务了一万多个自闭症儿童和他们的家庭 我们主要为自闭症儿童的家长提供教育培训服务 教会家长怎么去教这些孤独症的孩子 自闭症的孩子 这要解释一下 孤独症也叫自闭症儿童儿 有点激动 我们知道孤独症它是这种障碍是终身的 因为它是发育障碍的一种 就是说没有药可治 所以我们找到一种方式 我们要教会它的家长来去教授它 虽然是没办法痊愈 没办法去把它治好 但是通过我们的努力 它是可以从不能生活自理到能够生活自理 它不能和别人在沟通交流 能够用正确的方式和别人在沟通交流 我们希望让大家能够更多的去关注到孤独症人及他们的家庭 感谢像毕凯将的艺术家 感谢非女莫属 对孤独症群体的关注和支持 好 谢谢 请重 以前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关注到一些身体上的病痛 但其实很多心理上的病痛往往是一生的 所以我以后像这样的活动 像我们这样的行为 应该在生活当中多多地去旅行 多多地去关注 好 再次谢谢毕凯 谢谢余文辉 好 谢谢 以后希望你能够有更多优秀的作品 好 谢谢 早日实现你开博物馆的梦想